我们待会要测试一下 我们开了大概五分钟的车程 开的是车内循环 我们可以看一下 车内的氧气的浓度 已经掉到20以下 到了19.9的程度 二氧化碳的浓度 天哪 已经爆表了 根本没有数值了 二氧化碳爆表 一氧化碳有两个PPM 赵医师我们刚刚做一些 车内的实验 过2500以上 它几乎就是危害身体的一个气体 甚至于你看得到里面 连一氧化碳 对 一氧化碳的浓度也出现 从上来到2% 2PPM 一氧化碳会造成这个血液 它运送氧气的能力就下降 所以氧气浓度又下降 一氧化碳浓度在增加 所以在里面开车的人 很容易就昏昏欲睡 我们下降了一氧化碳的浓度 我们下降得更好 我们下降了一氧化碳的浓度 各位評審好 我們的題目是拒絕自殺車內一氧化碳跟二氧化碳過濃預警器 然後這顆是顯示一氧化碳和二氧化碳濃度含量的顯示器 我們的電源是使用這顆12V的電瓶 用於模擬車上電源供電 並使用點焰器作為供電的介質 螢幕中有三個過程 現在是第一個畫面 這是待機模式 然後等一下會進入第二個畫面 就是等到濃度過高時 它會阻被啟動 然後現在先等一下達到第二個畫面 現在是第二個畫面 然後等一下 第三個畫面就是會有這個鼓風機和升降機開始做動 現在鼓風機 正在把車內所有的一氧化碳和二氧化碳排出 然後到安全的素質 就會停下來 然後現在已經到了安全的素質 這個鼓風機和升降機都停下來 然後這就是我們的成果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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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